好 現在一月份 您知道嗎 每一年的一月 就是客家的極醬生產的季節 那印象當中像這樣的極醬 大部分是老一輩的人喜歡吃 不過有一群來自交通大學的學生 他們為了要推廣極醬 那麼現在呢 他們也製作了一部搞笑的影片 發揮創意 把鹽酥雞和白飯結合了極醬 混搭出意外的好滋味 滿一歲囉 那我們來抓粥囉 耶 這麼開心啊 抓粥儀式開始 地上擺滿計算機 電腦 好幾十樣物品 抱抱都不選 直到看見 選中橘醬 長大後的小男孩 不管走到哪裡 即便是吃鹽酥雞 也要帥氣沾橘橘醬 看看老兄一臉陶醉的模樣 就連到了餐廳裡 也要拿出藏在外套裡的橘醬 用力猛力瘋狂加下去 這位男大生表情超級 enjoy 就連看到一面走來的男同學 嘴角上有橘子醬也放過 這段搞笑影片其實是 交通大學同學的期末作業 為了讓老人家愛吃的橘醬 打進年輕市場 同學發揮創意 拍攝酷素影片 意外讓產品跟著熱賣 這影片非常的創新 連我都沒想到 橘醬大賣老闆 Chill High High 這個外表 黃澄澄吃起來酸酸甜甜的橘子醬 不僅讓我們看到大學生的行銷 創意也讓老產品有了 新風貌 中藝新聞和夢前高飛容 新竹 採訪報導